项目编号 SCP469万亿天使 项目等级 特殊收容措施 对象应被保管于一个密封隔音尺寸为15.24MX 50.24MX15米50FTX50FTX50FT的保管室内 直到出现可行的处决方案 所有进入SCP469的隔间的人员 D级人员限定 在隔间内必须时刻穿戴标准隔音反正防护服 Spar只通过写字 手势或短信交流 严禁任何人碰触或接近对象 使用探测仪器时除外 所有被携带进入SCP469保管室的装备 都必须尽可能只发出最低程度的噪音 或完全安静静音的情况下 允许人员使用手机互相交流 描述 SCP469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直径约8.84米 29英尺 数吨重的一堆白色羽毛 然而仔细观察后发现对象其实是数列巨大的白色羽翼 仅仅蜷缩在一起形成一团 每只翅膀尺寸都不同 从几厘米到数米皆有 但是都覆盖着光滑的白色羽毛 经X光照射发现这些羽翼 具有与其他鸟类相似的中空骨骼结构 但这些骨骼极为柔软坚韧 使得羽翼可以弯折卷曲至其他鸟类 事实上是任何脊椎动物都无法达到的角度 在物体中心是一个胎儿状蜷缩的巨大人形生物 所有羽翼都连接至它的脊椎 SCP469似乎专门以声音和声波为师 用从中得到的能量使翅膀和羽毛更新成长 声音越大频率越高 SCP469生长的就越快 尽管任何声音都能攻其生长 它看起来更喜爱音乐 有节奏的声音 尤其是灵音 见腹路 不过因为其羽翼吸收声音的结构 SCP469看起来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任何过于接近或碰触此生物表面的人或动物都会迅速被深探出的翅膀包裹住 尽管羽毛十分柔软但每根绒毛顶端都极其尖锐 会快速刺破衣物进入肉体 释放出一种能力及刺激身体中痛觉感受气病 同时刺激其他部分以保证受害者不会过快死亡的神经毒素 致使受害者高声惨叫 进一步供养SCP469直到受害者死于休克 SCP469已经经此方式杀死四人 所有消灭SCP469的方案都未成功 第一次曾使用火焰喷射器 但是喷射器工作及火焰燃烧的声音 使得SCP469的生长速度远超被破坏的速度 剪切工具因为需要近身使用 尝试也告失败并且损失了两名客工 尽算方案正在考虑中 曝露 禁止在SCP469附近 距离不得少于15.24米 铃响铃声 包括警铃和铃声录音 灵音会导致中心的人形生物苏醒 展开羽翼并开始进行数据删除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469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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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